歌詞 將音樂 換聲 聽歌的時候 很多事觸動心靈 引起共鳴的 往往就是那幾句 入心入肺的歌詞 歌詞的世界其實很大 始終密 始終有密 主人提及萬片分手無數跌倒 歡迎大家收聽第132集的始終密 繼續有阿寶為大家主持 今天是2021年1月14日 已經是第2個禮拜 上個禮拜跟大家說了 潘元良和林梓祥 今個禮拜一跳跳了 說一位2010年打後出道的 一位獨立歌手 一位獨立唱作人 而剛剛過去的 叱測樂壇頒獎典禮 她也拿了不錯的成績 我作為一位跟紅頂白的DJ 當然要說說近幾年 這位冒起得很快的獨立女歌手 能夠作曲又能夠填詞 還好唱得的Sarini 梁家欣 她的聲音 一聽就很容易迷上 聲底有點像鄭蓉 唱腔有點像曲遠亭 整體給我的感覺 甚至有點像Adele 作為一位獨立音樂人 自己運營自己的音樂事業 她可以說是相當成功 甚至可以說是一個很勵志的例子 她由2011年開始 她就發表自己的音樂 當時她只是對著電腦的麥克風 錄音而已 她用非常簡陋的方式 去表達自己的音樂 中大英文是畢業的她 後來有讀港大 文化研究的博士學位 名副其實是一位文青 但是她做人的態度也好 她寫出來的東西也好 都有些少特意去反文青 正確來說應該是反偽文青 不喜歡坐在草地上 就去彈結他 唱著一些好像很有深度的歌 反而以一個無聊的心態 去做一些她自己想做的音樂 令到她自己開心 表達她自己 她在音樂上的成長軌跡 可以說在YouTube的頻道 完全由2011年就開始記載了 由2011年開始放第一首歌 由一個比較文青風格的唱首歌給朋友 寫一些無無聊聊的歌 有些就說一些少女的心事 又有一些對社會現象的反思 慢慢寫歌越來越有深度 她整個頻道就好像記載著她的成長歷程一樣 無論是她寫作的風格 還是演唱的唱腔 大家都可以一一在這裏見證 Serenie也有一個好處 作為獨立歌手 其實她是很隨心的 她寫這些歌不是為了討好什麼樂迷 或者討好市場 而是為了令自己開心 首先想播給大家聽她 第一首放上YouTube的作品 叫做O Baby 是一首國語的作品 寫給她一位在德國回來的朋友 隨隨便便用手機APP就錄了 雖然不是很多人聽過 但其實是一首很吸引人 又很真摯的歌 O Baby 你坐過長途飛機 現在的你 你不是你的沒有力氣 O Baby 聽著我寫你的melody 不要介意 你可以躺在我懷裡 O Baby Will you dream of me When you wake up Please remember me 在這荒唐的世界裡 很開心可以和你在一起 O Baby Will you forget me Oh Baby Now would you love me back Or not Oh 在你寂寞的時候 等外面揚起不速過 你可以握緊我手 Serenie在訪問中說過 她本來寫國語的歌詞 是因為容易一些 因為廣東話歌詞真的很難 後來她又 開始寫廣東話歌詞之後 她就說 好像打機打大佬一樣 打完之後 就回不了頭了 她征服了廣東話的歌詞之後 就一直挑戰著廣東話的歌詞 在很早的時候 她還在讀書的時候 她就寫了一首 很多人喜歡的 叫做蘇菲亞的波霸珍珠奶茶 是不是非常奇妙呢 這首很大膽很可愛的作品 可以側面顯示 就是Serenie那種真 那種可愛 那種直接了當 不喜歡修飾的心態 也能顯示她有多大膽 結果這首歌也很有 劍密的彈出來 很多人都很喜歡這首歌 在她的口中就說 其實大家可能不是喜歡這首歌 只不過是覺得 竟然有人有勇氣 寫一首這樣的歌 無聊得來又好像有幾分認真 相信大家是欣賞她 即是Post出來的那份勇氣 其實這首歌真的很有趣 故事靈感 真的來自Serenie的一位朋友 蘇菲亞 她去買波霸珍珠奶茶的時候 人家就告訴她 我沒有了珍珠 但這位蘇菲亞就去問 沒有珍珠不要緊的 只是波霸都可以 大家都知道 珍珠和波霸其實是同一件事 結果 Serenie就拿了笑話來寫這首歌 無聊得來真的充滿少年情懷 而且還很容易入腦 整首疑歌 又一日我想飲波霸珍珠奶茶 怎知哥哥哥說 小姐沒有珍珠 那一刻我心想 車不過沒有珍珠奶茶 那你只是給波霸 我都無所謂啦 哥哥哥突然之間 嚇到我再一下 她說小姐 我真的不像給你什麼好吶 那一刻我心想 你沒事吧 又沒有珍珠又沒有波霸 你怎麼做生意的 也要把波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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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算你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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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沒有珍珠奶茶 朋友平時都叫我天真可愛Sophia 你不是見我的款好客 就想嚇我啦 我只是想要 波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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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波 就算你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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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沒有珍珠奶茶 為什麼你叫得我是傻仔 跟望著我的 沒得陰野 我要解釋我 我現在更去心情也沒有啦 我現在更去心情也沒有啦 啊 但是 但是 但是我的朋友 問著我 她的眼神跟我說 你是否夢了 還禮手打完上Facebook 我還願意踢返我 我想飛到中一支車 但是我的勇氣和臉皮 錯過後停好不過 詩問哪個模樣說過 我不怕 不怕你走iger 因為我是suf s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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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 맨 說實ten我最喜歡喝就是珍珠奶茶 剛才的腦 Rud вход不了因為空氣差 馬車馬哥哥,你隨便給一杯奶蓋綠茶,我就OK的啦 麻煩,給一杯奶蓋綠茶 沒奶好小姐 是不是很有趣好絕核呢 有點像My Little Airport那種風格 包括我在內都很喜歡這種隨性的感覺 當時傳媒就叫Serrini 做騎賴小青生 在寫這首歌的時候 Serrini 其實是兩個人 她本身是姓娘 叫做Serrria 她的拍檔就叫做Winnie 混合就變成Serrini 後來就只有Serrini自己一個人 其實從2011年開始 她已經自己出資 自己去印一些唱片給別人買 2011年到現在 她已經出了6隻唱片 有超過70首歌 可以說是非常多產的一個唱作歌手 由於她的背景比較文青 傳媒就稱她為騎賴小青生 加騎賴這個字當然跟她有些珍珠奶茶歌 甚至有些歌名很騎賴 例如粟米六粒飯 《你條茅你放飛機》 有很多加了一些鯉魚在裡面的作品 有幾分像當年黎比德寫的那些歌 據Serrini 所說 其實她就是嘗試找一個鯉魚和白話之間 一個能夠生存的地方 因為她對自己的中文功力其實就沒什麼信心 想要好好表達自己就唯有量溝這樣 但我又很喜歡她的那種平衡 其實既然是獨立音樂 就的而且確是不需要你的市場那麼多 自己想怎樣表達自己 就看看別人瘦不瘦 結果她也很成功 在這將近十年的音樂路 可以說分開好幾個階段 開頭這個階段 寫的東西都是一些比較無聊乖單 但有少女情懷的趣味 尤其一年年代初有很多電影影響 例如小幸運那些歌 就影響了很多所謂小青生的風格 這段期間 Serrini 還未變成一位歌姬 她是一位嘗試很貼地的文青 她寫的東西還是很少女 那段時間也有首歌挺好聽的 叫做《忘鳥愛》 鳥是雀鳥的鳥 有趣的是其實這首歌是 致敬林直的約定 要決心忘記我便記不起 那一句 甚至歌詞裡也有提到林直 問你是不是騙我 因為決心忘記 但還是忘記不到 好啊 神早起來冷風吹 阿小鳥沒有飛 為何不開心這瞬間想不起 神知清醒一點我便想欺憐你 你的全彩將我腦內飄起 就算了 你還給我 你會想念你 我會想念你 哪些感覺 擦擦擦擦 擦擦擦擦 Garcia 擦擦擦擦 Dad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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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改习惯孤单的爱也变了没心机 连缓紧心也不小心想起你 啊哈你的影响让我爱想叹起你的存在驱赶新鲜空气 我常幻想能搬去境地 但脑海的你会陪我上机 我决心忘记便记不起 能吃你骗我吧 决心有用吗 啊啊啊啊啊 但雨过后整天倒日没的一晒 我不想跟谁再说话 求想不见天细心的对白 這刻無用成下雪白空格 在過自主的人生 靠自己成就更開心 衣服誰也帶了灰暗 就扮高興下場 朋友說我要懂得放下 才會有轉機 如後晨天就有天生的空氣 要銀魂邊有最美麗的銀色 閃閃大地我的存在為了欣賞優美 存在不是為了吞聲因你 但我會千般溫柔細心 和你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很有個性 又很有趣 很可愛的Serrini 據維基所講 她出道的年份是2012年 不過她的第一隻唱片是2011年已經出了 自知自己弄 其實都很難分她是何時出道 因為她不是有唱片公司的支持 她作為一位獨立的唱作歌手 就自己弄自己的碟 自己做自己的宣傳 自己做自己的製作 開頭的時候 她還是在家對著電腦錄音 然後慢慢就開始有比較正式的製作 風格也慢慢多變起來 慢慢由騎尼小青生 升格為陀地歌姬 話說有很多這些外號 除了騎尼小青生是別人安的之外 她很多都是自己安的 譬如陀地歌姬 還有印底界一姐 跟我都一姐 轉眼裡 關刀琳 媽咪 梁總理 印底界一姐 甚至大波文青 有粗皮的有粗皮 有搞笑的有搞笑 但也非常之生活化 跟他本身文青的清新風格是有些出入的 但是陀地哥姬我覺得是最適合形容他的 本身他是希望想一個比較Local 比較在地 貼地的稱號 最Local 最在地的當然就是陀地這個字 至於哥姬 亦都很符合他 因為哥姬的意思大概就是利用歌星 去將歌詞的精髓 用自己獨特的表演方式演繹出來 我們稱這些做Diva 這也是他做了歌手之後的一個目標 在第三隻唱片 除了有忘了愛之外 還有一首歌叫做 我的志願是做過闊太 這個雖然都是Serenie 的志願 但其實他的所謂闊太 都是一種思想上的富裕 還有當時有一些高官 推了自己的太太出來做擋箭牌 所以也有些新文性 Serenie 在歌詞上也有些影射 慢慢也看到他的歌詞 由頭兩隻碟的直接了當 到第三、四隻碟 變成有點含蓄 嘗試繞一圈 能令人的印象更深刻 聽的時候有更多思考 而且開始關心時事 講一些都市的心事 又或者描寫年輕人的情感生活 去到第四隻唱片的時候 就算是成為Serenie 第一次比較商業性強一點的專輯 而我喜歡Serenie的地方 就是她能夠穿梭在主流和獨立音樂之間 找到一個大家都受樂的地方 這隻唱片叫做 Don't Text Him 其中有一首可以說是她的成名作 就叫做 油尖黃金毛鈴 據說好像是先有這麼過癮的歌名 然後才慢慢想其他的內容 有趣的是這個角色雖然很草根 但是這首歌其實也有很多寓意在這裡 是有內涵又有態度的一首歌 但偏偏有很口語化的唱出來 某些人看到MV之後 還有更深的感覺 這首歌好像是看完王家衛 某些電影所inspire 但是金毛鈴 即Serenie 根本她就沒有看過那些電影 這首歌也可以說 重新把Serenie定位 不再是小青生 而是一個敢於表達自己的一位歌手 這首歌整個香港 也可能只有她才寫得出 也唱得出那種味道 有千黃金毛鈴 最怕有少點 想起舊愛明星還過點 但不交自會在記憶裡面 只知道大概不想過再見 有千黃金毛鈴 看盡世間是 靠Facebook書發緊情才示意 签避色過分文藝最委註的音事 那些文青本身也很喜歡 众随到晚上 到对四面上 通风里笼装分析 战衣穿上进去等 看看谁人想 由天王金武林 马上转出现 拆向的期望 淚唱心事 旁的飛翔人 共過初次見面 陪著笑臉 被抽水很躲避 但同場有個世藏有 有八字的臉 揚智 正經也不似 也不前置 更加有書想起身 故障點裡面 學過兩輩就紅了一年 就坐到你面前 點點你的臉 你卻只有最愛才領點 這塊臉 這不是被冰落肺睡眠 我 我才知道 我 滾 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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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滾 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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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閒門這麼無理 這野有心事 不知跟他 何能再見面 拿起這份賣的照燈的背面 寫了句句 哼起小曲口裡面 偷偷襯著這曲 幻想他聽見 學下結他 中環 賣張太子節 再見不到也許 人生小不滅 但這麼無力 何時不偷封兵或戰 其實在Don't Text Him 這張唱片 他的創作力已經很強 亦都可以看到他各種各樣不同的變化 要成為一位歌姬不容易 因為要用那個歌星去演換不同的歌星 這隻碟就真的做得到 整十七首歌 他不僅寫了很多不同的題材 很多不同風格的歌 在唱腔方面 亦都慢慢的成熟 有他自己好強烈的個人風格 一聽就認得出 而且聲線運用之餘 表達力非常之強 其中傷感絕望的哀樂無名 輕輕鬆鬆的放棄治療 全部都很值得推薦 但是呢 時間不夠 唯有選擇來播 現在首先選擇 有比較例子一些的 Let us go then you and I Serrini 不喜歡那種很直接 很 cheap 下的正能量 他本身是一個比較沉屈的人 與其很空泛地叫人家加油努力 倒不如用一種沒那麼直白的方式去例子 快樂就笑著面對 微笑或著是樂趣 今天最快樂是誰 是你 是你 都不得誰 誰最堅疼 誰最鮮亮 誰就會更高尚 被相聚放又面對 門眼淚放於心裡 浪漫思紗拋一句 快樂未一定會跟隨 晨天響路 天空似快要流來 假設怎麼都不對 假設怎麼都失去 當一青山灰暗又淺在心底裡 繼續去 失望疲倦 害怕 什麼都激退 那麼激怒了 又是誰 那麼冤枉 又是誰 天空又打見 沉重的暗影不退 困倦裡 放心去吧 你有我在這裡 天空又打見 沉重的暗影不退 等不到自信面對 情緒又多多虛 但事不甘心跪去 放棄仗最容易最光循 連你堅持 再決出去 再帶上勇氣的面對 想做的又再告吹 懷疑 懷疑到自尊分水 我最多走到寂 以後 要靠你衝過去 你衝過去 這一次 迎著眼淚 今天 什麼都撒去 消失 漫天風燃淚 這生命 未來 其實 海藏於手裡 繼續去 克服疲倦 害怕 一轉身擊退 推翻 認知的琐碎 這生命 將你一對 今天 就克服疑烈 跑往光廢開 儘惑退 放心去 我們香港 是很美的 每天都看著說 沒有未來 我們自己寫出來 讀多點書 喝多點水 吃多點健康的食物 不要吃那麼多糖 各位小朋友 我們將來就是社會的動量 我們要哭作 有很多個生命 我們用來自助 做得不動 可以讓我來自助 同樣一創作 讓我來自助 天空若答現 沉重得 任應不退 繼續去 放心去 開發你新的結帳 開發你 放心去 我也會繼續去 這首歌聽到令人感動 再加上後來的社會事件 更加令人覺得這首歌是非常有意思 這首歌 也跟趙學兒在ViuTV的Chill Club 唱歌 唱得非常好 我也推薦大家去看 其實這首歌有很多歌 想播給大家聽 由於時間關係也不能播太多 所以推薦大家去 Serena 的YouTube Channel 去看她的作品 其實Don't Text Him 這首大碟的點題歌曲 Don't Text Him 都很好聽 延續著 Serena 寫紳思的風格 將女生的糾結心事寫成一首歌 跟我以前每次要煮電話粥 那時候電話還是有條線的 現在不單止不用說電話 而且大部分愛情都是靠短訊和text來維繫 這首歌就是不再text對方的那種掙扎 這首歌 再加上這個主題 這首 Don't Text Him 的整個碟 十七首歌 貫穿的主題就是 承認軟弱之後 才能夠真正擁抱堅強 中 Text Him 最愛你淺笑的臉 最愛你淺笑的臉 原味頭和牙割也再笑 讓我經腳又看下去的需要 我確怕這個需要 嚇怕政治的你沉默了 嚇得你不再千笑不得了 我哪會不顧一切 我哪會不顧一切 擔笑成問題太弱了 是夢想太過度進出 是直了我最愛感覺飄渺 如果重卓的又太累了 爬上到這裏好吊 多可笑 嚇謬的一世間 發得了 我最怕一再生氣 像天空清澈的你 又有那個可比 猶然自得呼吸吞吐的你 像看破相死 靈魂這麼親自碰到太驚喜 下次秋天的距離 越越倒影的距離 猶如暫在原方的你 愛意似心裡滑結 然而從又舊地又怕遇見 善意馬細碎故事在上一片 怕我太興奮不已 說抱歉講幾次太醉 說穿了這個滑結 可不可以 我最怕一再想起 像天空清澈的你 又有那個可比 猶然自得呼吸吞吐的你 像看破相死 靈魂這麼親自碰到太驚喜 讓你喻起一皺眉 我再滿香港了河地 我最愛一再想起 誓聲稱呼我的地 防止近我一氣 連沉密公音都可以欺負 未當我自己 情願被心急 者刻結穿你 用最安好的距離 未会牵手的距离 仍是紧在前方的你 不心酸即行即过 主人提及万片分手无数跌倒 欢迎回到第132集的第三节词中物 继续由阿宝为大家主持 今天讲的是一位独立发展的唱作女歌手Serenie 近几年她冒起得很快 相比起00年代冒起的几位创作女歌手 包括王远之、邓紫奇、方浩文等等 Serenie这几年的武器 可以说是预视着今后我们香港乐坛的一种发展趋势 除了TVB或ViuTV自己捧出来的歌手之外 在外面的唱片公司发掘 要么就像Serenie那样 靠自己的独立音乐籍 闯出一片天下 其实不止她是一个 例如林家谦也是这几年武器的独立歌手 没有唱片公司 亦没有经历人做靠山 没有钱去下广告 自己一手包办所有的宣传 除了她两个之外 亦都有乐队 例如和Serenie合作了好几次的Per Se 无论男女歌手乐队 都出现了这些成功例子 其实都蛮令人鼓舞的 因为可以说整个乐坛生态已经开始慢慢的改变 有实力自己做唱作歌手的人 今时今日都不会那么容易被埋没 反正现在做音乐做歌手本来就不会赚到很多钱 要养起唱片公司的一班人更加不容易 所以近年越来越多独立歌手受到注目 亦带来香港主流乐坛以外的一些声音和风格 说回Serenie 由她用电脑 burn自己第一支唱片 放入自己设计的风套 胆粗粗拿去买 到后来放上youtube 在facebook 组粉丝 接触主流之外的另一批观众听众 走过来的路都是随心随胜 亦都在独立音乐界漸漸闯出名堂 她自称是indie界的一姐 本来是一句随时会得罪人的开玩笑说话 想不到后来真是成真 上一节所播上一节所讲的 Don't Text Team 的唱片 曾经上到iTunes香港区销量第一位 亦因为这样开始收支平衡 将唱片的质素提升 有些录音室的专业制作 然后在麦花神开演唱会 和大家玩得很开心 不亦乐乎 她一直都不签唱片公司 因为觉得主流乐坛 It's not her game 她只是想做自己 不想做一个唱片公司定下来的一个形象 甚至不需要红 只为了唱歌而唱歌 很想表达自己 而且她很清楚自己想要些什么 亦都不需要养唱片公司 或者她自己的一大班人 一路走来 除了她在唱歌之外 亦都由中大英文系 到奖学监 接着讀碩士博士 歌曲的题材 亦都由奇妮古怪 青春爱情 到探讨社会的现象 甚至去到 Don't Text Team 的下一支碟 邪痛遥 深入走入一个女人的思维空间 探讨被背叛 伤害之后的悲伤、绝望、无力感 由摩迪手到坦己 由灰姑娘到海妖 Serene 以不同民间的故事 去承载着各种情绪 而邪痛遥的第一首歌 成为Becoming 就在歌曲的结构和演绎上 模仪了一个女人奋力脱离情绪漩窝的过程 由绵绵密密的歌词 到越来越powerful 的唱腔 带领听众进入混沌 然后有豁然开朗的感觉 是一个女人去思考自己 应不应该放手的一种挣扎 Ou... 愿无缘 藏向榮山 振振架架统离散 勇至大难道理认识虚幻 奇事心灵悲难 绵绕已浪费 虚假的一场游戏姿态 他只要浪漫到死一瞬间 浪漫到沙与放弹 仍然未来 旧且根不远离去之间 你至于浪漫就靠勇气拆 我落尽传绝追赚 仍然阴压 爱相深刻都不容你分担 跟着我分别到得过 仍然阴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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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起之前說《方浩文》那一集,我曾經說過《香港樂壇》幸好有《方浩文》 到了《一零年打後的歌手》,我也想說一句《香港樂壇》幸好有Serenie 她率直的歌聲,加上有幽默的態度 加上她相當豐富的學識,加了更多的內涵在她的作品裏面 配合她一把很詞性,很有質感的一把聲 的確可以做到《香港樂壇》的Diva 我不僅說是獨立音樂界,我連主流樂壇都包括了 她也能成為一位天后 剛才播出的首是《成為Becoming》,是邪童謠的第一首歌 這首歌有很多精彩的作品 這首歌也入選了台灣的金音獎 台灣金音獎是一個獨立音樂的大獎 一首粵語歌的唱片能夠入選,我覺得真的很值得自豪 這首歌還有其他歌,例如《灰代》和《炎后》都非常有畫面感 不過剛才播出的首《成為Becoming》就是這首歌的開場歌 現在我就想播放這首歌的收場歌,歌名叫《靜脈神林》 作為邪童謠這首歌的最後一首歌,總算在這麼多經歷之後 帶大家進入了一個空靈的世界,一個淒冷的天堂 沿途流水,青鐵像你的藍 迷上博無尼文 微風的手碰著尊尾歐蘭 悠悠似天地無限 沿途流水,青春歌別 嘗尼的吓氣 嘗嘗尤的音隱 緣彈海 面水似乞渡 静寒一渡 静寒一渡 年年凌山景亦似你灰冷 梦想虽无一瞬间 流水中片爱这绝灵苍蓝 悠悠似天地无限 认可水的梦 认上冷风 年水已去到 无泪 无泪 碰碰 明月阴淡 长夜更暂 虚无道理要一瞬间 灰心不淡 让我登陷 如当雪冰南风吹我 闪落时 水面再回到时 流一轻就给我满 无心可振吻我罢 若然情空不静止 至死灰的难 无心可振吻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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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终密 至终有密 为你写的歌 教闻者不心算即行即光 主人提及万片分手无数的多 回到最后一节 阿宝继续在讲Serini 上一节我都提到 其实我给他很高的评价 主要是因为我很喜欢 他那把声的质感 也都很喜欢他演绎的方式 和他多变的风格 最重要的是 他是一位相当有内涵的创作歌手 和他的幽默感 他越来越强大的自信 还有无拘无束 不拘小节的运营方式 都令我非常之欣赏 也都对他有相当高的期望 当然其实他就不太在意 他主要希望是做一个艺术 将自己最好的一面 或者最想表达出来的一面 表演给大家 哪怕是好像死了之后 才出名的那些画家一样 当你不再在意 那些名利的时候 就更容易做到 一些有心度有风格的作品 去到2020年 Serina 终于得到她第一支冠军歌 算是在主流乐坛 占了一个席位 亦都是他最新出的一支唱片 Gwendolyn 网络安全隐患 这支碟玩的风格 又跟上一支差很远 这支碟是比较 游戏人间一些 将80年代的 Style 放在在2020年的歌 而歌词又偏偏是说 2020年的事情 復古得来又明显不是说老土的东西 令我想起 陈奕迅和Erik Kock 合作那支3mm 里面的重口味 那系列的歌 但这首歌的内容就贴地很多 也都跟时代的脈搏是同样跳动的 2019年香港 网络世界 人人都很害怕 大家都不敢用自己真实的身份 在网上 去跟别人讨论 每个人都开分身 戴上面具 在网上做一个防卫 但无论世界怎样 Sirini 都很努力地带领听众 去party舞动自己的身体 所以整支碟都是Retro Dance的系列 有趣的是 Sirini只有30岁 即是90年出生 而这些歌的风格 其实就在80年代出现多 或认识对形是左洞洞到不讲 洞洞到不讲 人人投入雪风 偏一个跟风似的盼望 迷惑你迷惑我 或迷惑众人是我今天不想讲 今天不想讲 Hi Gwendolyn You are securely connected to our very brightest network You may now start browsing 一阵手来验清我 一阵追逐你攻破 有传惡的灵魂 不妒忌恨咬着疑问 正逃紧 正逃紧的迷惑 迷惑无译无译无译 假天真会未信仰 一首诗开前播风景 一门你就得真不用遗憾继续陷 我就会叮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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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叮� Wonderling, you have been prosecuted and accelerated in our virtual essence Faster, safer and sexier 一生就來厭情我 人生垂全力攻破 流轉惡劣命運不妒忌恨咬著疑憤 正破根 正破根的內地未定有的魔物真 假天真會微信約 一手撕開全部封印 若不你走得真不用遺憾繼續走近 我就會靈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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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覺很安全 初二人夜gen 7 平空cos 初二人夜無故 初二人思想 的人說 初二人謀生 忻待回爆 初二人時 他大開心電視 興奮 一分 seis dot guard 擊擊洞通讀壽指迷症 我就聆你聆咧聆…… Sarini 除了幫自己寫歌之外 亦兼度能要幫其他人填詞 合作得最多就是 Per Se 這隊組合 Per Se 是一隊情侶組成一篇樂隊 男的能夠唱的 女的也能唱得 各自 recognized 彈奏和作曲上填詞 有時他們會找梁家欣Cerene來填詞 他們第一次合作就叫做《天空塔下前》 首歌很好聽,有機會大家可以去聽聽 Cerene除了幫Per Se填詞之外 也幫過盧敏和好拍檔楊彤填過歌詞 楊彤也跟Cerene合作過幾隻唱片製作 還有一套彭浩祥電影《恭喜八婆》的主題曲 Cerene也有填過 這首《恭喜八婆》的主題曲就叫做《恭喜八婆》 歌詞有幾分bitchy的感覺 還有雷仲德和黎明都找過Cerene填的歌詞 首歌叫《傳入愛》 填得比較斯文一點 不像Cerene平時的作品 可能因為這個緣故 他在《傳入愛》這首歌就寫自己做Ciri 不用Cerene的名字來出 剛剛過去的《戚冊樂壇頒獎典禮》裡 其中《戚冊十大》裡有一首粉碎糖果屋 就是Per Se和Cerene一起合作 Per Se除了找Cerene去填這首歌的歌詞之外 Cerene也有份唱一份 可以說是一個幾令人鼓舞的主流樂壇的大象 活出大眼神抹殺了未來 真等待 無編改 將用盡力量洩起了更來 一想來 情書滾走開 要出手 看過的風算裂夠 更為我這類似無缺口 要出手 最美風景又沒有 沒有 才假想天地自由 將海經極可會刺痛雙手 多海最被自由憑予力爭 目露若探索向前走 再風情又希望有 往生天與地探救 另外段段路到那個未來 驚恐事情 書揭開 永恆穿着剪刀 将生抉拐 约绝 大概 大概 苦心放开 要出走 放弃的沙断你救 害怕了我也再无借口 再忍走 更迷好想要望求 望求 宁愿普天地自由 只会见极可会刺痛相守 当海主被自由奔与力争 难道你探索 向前走 再向前走 不用怕 能复便的伤口 撕开荆棘 不怕刺痛相守 当海主被自由奔与力争 但你想探索 向前走 再向前走 更迷好 暗黑的白袖 从前走 伏 ostr 更迷好 不过 猜身小青草 铁水边人里行近野黄 今晚会不过 奋独你自宴的风筝 跑向你无限的多 今晚会不过 我失事偷生的苦楚 今晚情我出生无结果 但好 控制你的 迷路时会绝望 迷路時会绝望 要留望了着我 雪出后 会变真的有没有 要出后 冷凑出几秒没有 没有 迎光 迎假想天地自由 三海荆棘不怕刺痛伤手 大高海主力总会憑与力争择 默默亦探索向前走 再向前走希望有 作战的伤口 千变一光找个更好出口 说我就自由为尽作专业 对我上探索向前走 再开环游一定有 往生天与地探究 行上真正面好风托你我再喝一口 为路人者愿望 多想打个死的伤天我靠你我开座 更加富士连你我 最后为大家带来这首歌是YouTube版才有的 bonus track 是Sorini一首很新的作品 是秉承着2020年发表的四首Grendelund的概念大碟的歌 简介是这样写的 一切腾飞的狂喜 愤怒通通沉淀成西古的浪漫 在冬日渐近之时 用最温柔的喪音 撩动听众的思绪 这首歌我很喜欢 因为有一种很sexy的感觉 例如党不尽的风情 轻轻饿饿 当然旋律是怀旧的 但无论Sorini的歌词 还是歌声 和谦虚的编曲 都不会令人有老土的感觉 他们还因应着一件事事 去做了一个remix版本 这件事就是说一些跳舞的男导师 就涉嫌和一些上长年纪的妇婆 在学母期间有些不道德的交易 认了早前的一句潮语 姐姐我不想再努力了 当然这个remix版是有些借题 发挥抽水的感觉 但是抽水又真的抽得挺漂亮的 是不是梁淑芬小姐 你叫我仰叔可以了 未来几堂拉丁母班会是我负责的 我见你报名表上面写 你和拉丁母是想认识多些人 旷復一下圈子 但是我这个是一对一课程来的 你没问题吧 没问题那我们开始了 是宝宝奏 我和拉丁母书姜 中文唱 último care 我和拉丁母沙 张 learnt 瑟珰 而想再说你知 呼吸太轻 震动宇宙的事 这个都是六尘口罩 这万泪迷声大意义 想过主意怎可以 用于下眼泪 就变为吭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都是六尘口罩 这万泪迷声大意义 想你跟我风一次 越容易放下情到来行事 来被我混乱真情开口 忘把这关键也成不道 明日已是门人人得到 抱紧我当做着梦的路 空虚的情组 陪伴我更好 光阳他等不到 谁浪费美好 空虚的情组 陪伴我更好 陪伴我更好 光阳他等不到 最浪费美好 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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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人一直太好 用今晚结枉 置入国道 来日更迎来 动人希望 空虚的情组 空虚的情组 陪伴我更好 空虚的情组 陪伴我更好 空虚的情组 不用家中了 我们走了 我先走了 Merry Christmas 啊 我叫Paul